新疆實驗 新疆實驗 新疆實驗是位於台灣 台中縣大亞鄉 一個做電子調速器的公司 從很早期他開始做 很小型的電子調速器 現在在做到非常專業的配套 例如說車用的無刷 無刷的電條 空模用的 還有一些周邊配備 實際上他也幫許多很大 很大品牌的工廠來代工 幾乎能見度很高 只是你們大家不知道而已 我現在來訪問到新疆實驗的 周詩集周先生 來為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周先生你好 周詩集我剛才認識了幾年的朋友 我想請問一下 我現在看到你們做的無刷馬達 真的越來越精緻的 這個外型很講究 誰設計的 不好意思小弟設計的 真的嗎 這個絕對沒有灌水或是吹棚的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是他設計的 也不簡單 真的因為蠻有質感 換個角度看 因為大部分都是一些鋁殼 或鐵殼部分 貼紙設計的質量也是蠻不錯的 我想請教一下 車用的無刷大部分都是這種內轉子 是的 為什麼內轉子 為什麼不用外轉子 因為無刷有分內轉跟外轉 那如果說 講求速度的話 一般都是內轉子的 速度比較快 那外轉子它的扭力比較大 那我看一下這個KV是3600KV 好像偏低喔 我們目前有分六個規格 六個規格 從3000、3600、4200、4600、5000、6000 這六個規格 看不同的齒輪比來搭配 對 依消費者不同的需求 然後做出不同的搭配 那換個角度想 那我現在剛開始玩車 那我是個初學者 以車來講我是個初學者 那我怎麼知道我的車 要配你們什麼樣的馬達呢 基本上就依您的需求 如果說您希望 基本上初學者剛開始在跑的時候 可能對車子性能不是那麼熟悉 那我會比較建議用 3000KV或3600KV 比較低轉速的馬達 先適應車性 適應之後我們再慢慢提升 提升它的KV值 是 那我可不可以用高KV一點 來配低一點的齒輪比 一樣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然後慢慢再來換齒輪 但是如果用高KV值的馬達 配低齒輪比的話 它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唉 所以說我想省錢的這個目的 還是達不到 沒有 因為它不同的特性 那它速度的線性也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那我問你 你玩車也這麼久了 是 玩無刷馬達跟一般 以前碳刷馬達 什麼最大不同 最大不同是 無刷馬達它不需要整理 它只要定一插 可以馬上就一直不斷地跑 以前要刨那個童頭 對 然後要換碳刷 換碳刷 換碳刷就有一筆費用 那軸承總是要換吧 軸承大概 是一段時間點個培鈴油 那盡量不要讓髒東西 進到培鈴進去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套裝裡面還蠻多東西的 這是怎麼樣的套裝 這是我們的最新的 一個Assassin的這個套裝組 那Assassin是 你們這個Nomatec 一個新的品牌名稱嗎 是 中文叫刺客 刺客 是的 蠻帥的一個名字 那我們一組裡面呢 我們附有這個ESC 這就是所謂的電條 那還有一個設定卡 這設定卡可以設定 它的後退是否開啟 還有我們的START POWER 對 或者是我們的中立點煞車 START POWER是什麼 就是調整我們的起步的PUNCH 就是 哦 慢慢的 我們是需要 一開始就很暴力呢 還是需要 一開始是很線性 慢慢往上升 我們可以調整 還有中立點煞車 中立點煞車 就是說我放油門的時候 它的煞車量 還是說讓它自己慢慢滑 是 哦 那最後一個是 最後一個是電池的Type 哦 電池的種類 是 這樣子設定起來 這樣電池比較不怕過放 是 哦 我們的電變都會有一個 低電壓保護 當它電壓降於一個保護狀態的時候 我們的電電就會輕止作動 嗯 所以車子也不會暴衝不會失控 這大概可以耐幾安培的電流 這個可以耐到11.1mm 這是電壓電流 欸 電壓 電壓可以到11.1mm 那它的電流咧 大概 比如瞬間電流可以耐 瞬間電流 大約是在 瞬間七八十應該沒問題吧 沒問題 那沒問題 那這樣非常夠用 是 嚴格說起來 車子有經過齒輪比 它的電流也沒有很大 就是瞬間打一下子而已 哦原來 雖然我看無刷 法達未來也是趨勢的 因為它實在太方便了 對 太方便了 了解 好那我要弄一套 那請問一下齁 我玩那個甩野車要配哪一套 是比較好 甩野車啊 甩野車看您需要的那個 飄移速度啊 這還是沒有得到答案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慢慢研究一下 這組也沒問題 好好okok 那我們再看過來這邊齁 我看到這一台充電器齁 相當的懷念 這可以說是我開始玩電動 飛機的時候呢 所使用的第一台充電器 我是說理據的充電器齁 那它這是很簡單 可以連續充兩個7.4V 或者是單獨一個11.1V 或者是單獨一個4.8V 那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車用的點焰器 可以調整它的電流量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 但是相當實用的一個充電器 現在他們推出了一個新版本 我介紹一下 哇 周先生這個 這個新版本非常漂亮 是 B8081 CAS 這整個外殼看起來就很有運動感 是 也是你重新設計的嗎 是的 怎麼又那麼巧啊 真的不是很想要說你耶 真的 開玩笑 這整個燈號的顏色 全部改變了 以前是黃燈跟紅燈 現在藍燈跟紅燈 看起來很炫喔 謝謝 而且多了一個螢幕 液晶顯示 液晶顯示 那現在看到的是2跟1 這是什麼 第一個Sale跟第二個Sale 對 那如果我衝四個呢 四個的話會 它會一二三四這樣跳 跳著 一次會顯示兩個 比如一二Sale是一個螢幕 然後三四Sale是一個螢幕 會切換 重點是 它的外型跟這一台老款呢 是一樣 它的穩定性應該也是一樣 穩定性也是相同 那這是分牙蔥 所以安全性非常安全 了解 現在是多了一個這樣的螢幕 電壓的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 這電池的效能 是好安裝 是的 在新鮮的攤位上 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這個無刷的電條 那它如果後面的型號呢 是-B的話呢 就是代表是船用的 那麼它上面有帶有很多 這個冷卻的水管 然後確保船在運行的時候呢 能夠有很好的 一個散熱的照樣 那如果後面是代號是 Air的話 就是空用模型 空用模型呢 包含了飛機 還有直升機的一個電條 那從55安培 一直到小到10 10安培左右的電條呢 這邊都是有這個生產的 再看過來就是 車用的電條 車用的電條的話 規格也是相當的多種 可以到60到75安培 甚至這個瞬間可以承受到200安培的一些 碳刷的電條 這邊也都有應有盡的